我就覺得我人生怎麼可以沒有紫色的高跟鞋 這隻腳好像就大了一點 然後長了一點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美的格紋高跟鞋 嗨 大家好 我是 Eva 今天的影片是想要來分享我最近買了四雙鞋子 會買鞋子的契機呢 其實那時候好像是看到這個品牌有一個優惠 是第二雙算一千塊還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總之呢 我後來買了四雙鞋子 大概是花了六千六百塊左右 然後它的原價可能是兩千或三千 我買的品牌呢 是日本品牌Orimental Traffic 它有官網 它也有在百貨公司設櫃可以這樣去試穿的 還蠻早之前就開始買跟穿這個牌子 大概2014 2015年的時候是我第一次認識它 這幾年就是陸續會不斷的回購 然後我覺得我喜歡它最主要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它是日本牌子 所以它的設計的型我都還蠻喜歡的 即便是這種有花的我也都還蠻喜歡 然後再來第二個 它們家鞋子的版型的尖頭設計 很適合我的比較寬的腳板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穿它們家的鞋子 會讓我的整個比例看起來變得比較修長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呢 我就會先分享我新買的獎勵品 然後再後分享我舊的鞋款 好 第一雙呢 是這一雙比較實搭的一雙鞋子 就算娃娃鞋吧 我不確定它真正的名字 它本人正面長這樣 側面是有一點小根 然後鞋底的話大概就是這樣 算沒有太多的紋路 對 然後這雙鞋子會買的契機呢 是因為它是一個可以踩的娃娃鞋 我覺得超級讚 當拖鞋穿 有時候只是要下去拿個東西就外送 就非常方便 然後這雙鞋可愛的地方就是 它前面有一個淺淺的車線 小細節蠻可愛的 然後它背面鞋根是銀色 我覺得稍微對我來說是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 因為我是金色人 總而言之呢 這雙就是一雙蠻基本百搭的鞋子 跟我其他雙收集的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它的頭這邊是比較方的 然後我其他都是收集尖的 這雙就是任何牛仔褲裙子 就什麼都可以搭的那一種 這雙也是目前比較有穿著痕跡的 這雙我看一下我有沒有磨到腳 這一雙呢 目前是沒有磨到我的腳後跟 但是它有一點點磨到我的腳的無名指 因為這雙的鞋子其實它是比較瘦長的感覺 但是我的腳板其實算比較寬 我的腳是24.5公分乘以9.5公分寬 所以我的腳其實是 整個鼻翼上看起來是比較大 然後因為我身高只有160公分 但是這雙我在穿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我的腳很痛 然後我會發現我腳受傷 是因為我穿了別的拖鞋 然後拖鞋會碰到那個傷口的時候 才知道喔原來我那邊受傷了 那第二雙呢 也是平底的尖頭鞋 登登登登登 那它也是側面有一點點小跟 那這雙我就更喜歡了 因為它是一個八眉綠 側邊都有一一點點銀色加白色的邊去做裝飾 整雙鞋我覺得看起來會更立體 然後它的這個鞋跟呢是木紋的 然後鞋底呢是長這樣 這雙就比較沒有那麼長穿 因為綠色是稍微比較難搭 平常就可能只是很搭一些白色灰色 然後杏色的一些下半身 但是這雙我真的好喜歡喔 它是不是非常的美 它可以把那個腳的鼻拉得很長 跟這雙比的話 是不是很明顯的看起來 這隻腳好像就大了一點 然後長了一點 有嗎有嗎 穿我看 好 有我在看後面有沒有血跡 沒有血跡就代表沒有磨腳 我自己通常穿Oriental Traffic的話呢 我都是穿39號居多 但是只有這一雙我是拿38號 主要是在那邊試穿之後就發現 喔這雙的版型 跟我平常買的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還是蠻推薦大家 如果要買鞋子的話呢 就是去試穿會是最棒的 簡單分享一下我穿他們家鞋子 走起路來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是覺得 他們搭的鞋底算是 穿起來這樣OK 但是它不是到那種軟Q 很軟 然後走起來會ㄉㄨㄞㄞㄞ的那一種 就是有一些如果是材質比較不好的鞋子 你會覺得說 我是踩在那張紙上 或是紙板上 你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這個呢 不會覺得它很硬 也不會覺得它特別軟 但它走起路來整個穿著的感覺 我都覺得 就是中上吧 不會覺得 超級軟的 你一定要買 你一定要穿著這個走路 就是以它的 外表漂亮 然後穿起來好走的程度 跟它的價格就非常OK 那我的第三雙跟第四雙 其實他們就是同一款鞋 不同色 登登登登登 就是 這兩雙其實是比較冬天的款式 一雙就是 我很愛的紫色 我會覺得我人生 怎麼可以沒有紫色的高跟鞋 而且我現在才看到原來它的設計 就是有兩個紫色在這邊 會變成一個圓圈 就是我不知道欸 就感覺 如果冬天穿比較淺色格子 或是藍綠色格子的裙子 窄裙 就很適合搭這個紫色的高跟鞋 感覺變成一個亮點 然後它的側面呢 也是叫木頭的 然後這雙也是39 那另一雙呢 就是格紋的 我就好像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美的格紋高跟鞋 我不知道 我就真的沒有注意過 而且這個格紋近看 它是綠色成紫色 所以就是 冬天上半身穿得比較素面的時候 就可以用鞋子 當作一個亮點 非常可愛 像我今天這樣 其實好像也可以搭 就是穿一個牛仔褲 就也很好看 我那時候一看到這雙鞋 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把它帶回家 可是那時候其實已經快春夏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心裡其實知道 我可能這2021的半年前 我根本就穿不到它 可是我就 怎麼講 但是我感性上 我就是沒辦法控制自己買 而且那時候又是 第二雙有優惠 就是買了四雙鞋 對 你不覺得很可愛嗎 可是我覺得這雙好像 勉勉強強 夏天 站遠一點 還是可以穿出去 喔 反正是超級好看的 介紹完了 是不是很空虛 剛剛提到說 這兩雙鞋 這個是包色 其實我超級常在 Oriental Traffic 包色 因為我就覺得他們家的 怎麼樣 神明很喜歡 我想要買兩個顏色 然後像我 第一雙包色的 應該是這雙鞋 這雙很久 這雙應該有 2016 2017左右的時候買的 我好像有在一個影片裡面 介紹過我買的這雙鞋 買了兩雙 一雙是這個 是深藍色Ping 迷彩的毛毛 另一雙就是 淺咖啡色搭 性色的毛毛 對 就是我有兩雙 然後穿到現在都還有 一直在穿 就很好看 然後 我剛好摸了一下 我發現這一個款式的底 這幾雙裡面最軟的 這個是最好走 而且我那時候都是很常穿去上班 然後我就是很喜歡 這種有毛毛材質的鞋子 或是 脊皮 你們看我多愛脊皮鞋 我超愛 有多少雙都是脊皮 然後第二個 我包色的款式 是一雙素面的高跟鞋 有 我包了淺杏色跟酒紅色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好像有這兩個顏色 可以搭一個比較日常 跟一個比較重要的場合 那這兩雙我好像放在舊家 所以今天就看不到 OK 然後再來比較近期的 就是這兩雙 可是好像也是2017 2018 中間的時候買的 應該不是同一個款式 喔對 不是 因為你看它的跟 一個比較矮 一個比較高 可是這兩雙都還蠻好穿的 然後我覺得他們家的這個 瑪麗珍鞋的比例做得很好 就是我每次穿這兩雙鞋出去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我的腳還變得更細 因為瑪麗珍鞋 如果在比例上沒有弄對的話 會讓腿看起來更短 因為我是那個腿 小腿肌肉壯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家鞋子 這個比例設計還蠻好 真的很喜歡 然後就是整個感覺 都可以讓腳看起來比較修長 這一雙的話 我覺得很意外的點是 第一個是它的花紋非常的美 是那種比較大的花 然後只能看起來 我覺得就是偏時尚款 然後它的材質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皮 但是這個很厲害 這個我穿了很多次 它都沒有髒 它都像新的一樣 像是你看 我這個綠色才穿沒幾次 就已經很髒了 然後這個淺色的 也會有這樣子的刮痕 因為我就是走路很粗 但是這一雙的材質 就完全沒有留下痕跡 不過你們看它的跟 就知道我真的有在穿它 跟就是比較髒一點點這樣子 我跟你們說 但是你們不要害怕 就是你們看啊 就是它這個鞋子這邊後面 有一點點我的血跡 這個還一點點我的血跡 因為我有大小腳 我印象中應該是 我的右腳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我每次在穿 就是那種高跟鞋的時候 就還蠻容易抹到腳的 那我自己穿它們家鞋子的經驗是 前三次穿的時候 會比較抹腳 會真的有一點小傷痕 但是第三次以後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會磨了 但是譬如說 我一年半年沒有穿 又會再磨一下 對 所以這就是 嗯 我的小心得小經驗談這樣子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然後也歡迎大家跟我分享 你們喜歡買什麼牌子的鞋子 因為我覺得在網路上買鞋子 好容易踩雷喔 然後有沒有什麼 專櫃的鞋子也推薦的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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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